在河团寻找黄老师面对密密麻麻的石头 是不是觉得眼花很难辨认呢 下面我介绍一些方法来快速辨认 首先颜色是最快筛选的方法 然后从表面质感可以大概确定 还有表面的油性和透光性 最后看肉质黄老师的种类和级别 也是以它不同肉质来区分的 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已经看到了一块像是黄老师的石头 借助强烈阳光 石头颜色还是很明显 不太确定 得捡起来仔细看看 形状还是挺有意思的 拿在手里的手感是那种比较光滑和不刮瘦的 腊质感也能用手摸出来一些 和普通的石头还是普通 表面有油性 而且能看出来有一点半途光 可以确定这就是快黄老师 只不过它外部看起来不是那么的透光 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黄老师 不过想要捡一块很好的石头 也不是非常容易的 但也不是非常困难的 要严厉 也要运气 总之 捡石头自己喜欢就好 不一定非要有什么标准 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 看 阳光下海容易又发现一块小的黄老师 这块石头的颜色和质感 我相信你们都能弹出来 这一块躲在这儿照样被我发现 它的颜色隐藏不了自己 在阳光下看是不是显得特别透 金灿灿的 而且表面油性还挺足 你们看 这样寻找方法时是不是没有难度 很快就可以找到 哎哟 这有块金黄色正躺在这里晒太阳呢 还挺黄 肉还比较干净 一块薄片 有点像贝壳 最后 要教绝招了 就是在夕阳的逆光下寻找 这样特别容易发现比较透光的洞啊 阳光会直接穿透 颜色透光性都非常好 这就是一块洞啊 是不是很不错 小手电打光看看 没毛病 我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很深的一块洞 很难被发现 可是被我看见了 看 上面还有灰尘 擦干净 看多漂亮 好纯净哦 这种是柠檬黄的颜色特别好看 太漂亮了 这块石头洗干净以后 多漂亮 肉质纯净 哇 好透啊 这才是极品 怎么样 是不是很简单呢 你没许过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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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没有用 有很简单